为了响应政府发起募捐民间爱心的物资 协助受战火影响的乌克兰民众 花莲县救国团办理青年有珍爱 关怀无国界的全国公益连线活动 总计捐赠了15000枚的医疗口罩 从3月14号到16号 开放捐赠物资既有发热衣 预寒大衣等民生物资 共计有55箱 而汇集了花莲人的爱心 将物资货运交到外交部的民俗处 为了响应政府发起募集民间爱心物资 协助受战火影响的乌克兰民众 花莲县救国团办理青年有珍爱 关怀无国界的全国公益连线活动 募的15000枚医疗口罩 睡袋以及成人及婴幼儿子尿裤等民生物资 经过救国团义工分类整理 包装之后共计有55箱 花莲县救国团公亲队 这一次参与我们全国总会 救国团全国总会发起的 我们青年有爱 爱心无国界 捐赠物资到乌克兰 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参与的志工非常热心 劝募物资以外 又来参与整个包装 整个活动的那一个 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到了 在这个战争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时候表现我们的爱心 真正的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也展现我们的爱心是真的是无国界的 我们真心的期待 世界上真的不要有战争 也不要有灾害 能够让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活在一个安详的世界里 参与的社会优秀青年也配合总团部进行募资的活动 这次捐献爱心物资 主要要救助乌克兰 那我们真心的期盼 世界不要有战争 那人民可以免于灾害之外 那祝福全世界的人 世界和平 很开心这次能当选花莲县救国团的社会优秀青年 首先要谢谢我们的总干事 袁耀宇总干事非常推荐我们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一起 就是把我们的爱心送到我们的乌克兰 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更美好 然后不要有任何战争 总团部非常感谢花莲县团委会会长 县长许正位 本则青年供应五国界的精神 捐出五千枚医疗口罩 并且感谢团圆会副会长胡一安理事长 以及京东宁验车免疫 来捐赠五千枚医疗口罩 同时也感谢各界人士的爱心捐出民生物资 花莲县救国团将会物资或运到 国家部秘书处 花莲县救国团 青年有珍爱 关怀无国界 全国公立连线活动 赞 记得将一块是吧 到